- 嗨,大家好,這是飛線信,我是Jason 頻道在三個禮拜終於達成了100訂閱 首先就是要謝謝各位的訂閱跟支持 而Youtube頻道呢,在達成了100訂閱 並且成立至少30天 然後有上傳、頭像跟橫幅的話 就可以解開自訂網址這個功能 在沒有自訂網址之前 Youtube頻道基本上是用一個隨機的ID生成的 所以頻道的網址主要是一串不是那麼好理解 也不具什麼意義的ID所組成的 而在分享頻道網址的時候 也常常覺得非常的隆藏,而且讚版面 而當頻道達成剛剛自訂網址的開啟條件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網址整個乾淨俐落 而且預設是以頻道的名稱作為你的網址 所以也賦予了網址一些基本的意義以及可記憶性 但是當你想要調整網址的時候 馬上就會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你只能在網址後面做追加文字的動作 但是卻沒有辦法修改前面由系統 依照頻道名稱自動組成的部分 所以在頻道裡面如果有中文 一樣就會被納入網址裡面 但是大部分的時候我會希望網址只要保持英文或數字就好了 或者是頻道就算想要保留中文 也希望可以調整一下它的文字組合 但是系統預設是沒有辦法做這樣子的修改 不過要進行調整還是可以的 方法也非常簡單 因為系統是自己去抓頻道的名稱來組成 所以你只要先修改頻道的名稱是你想要的網址的組成形態 然後按下儲存的時候再去生成自訂網址 像我希望我的頻道網址裡面不要有中文 那我就先將我頻道名稱裡面的中文移除 按下儲存之後再去生成自訂網址 就成功的去除掉了前面的中文 接著再回頭把剛剛的頻道網址修改回來就好了 雖然不確定YouTube為什麼不願意讓人家做一些簡單的調整 畢竟繞了一大圈還是可以達成我們需要的目的 另外一點要注意的是當你達成100訂閱之後 並不會馬上的開啟這個自訂網址的功能 我差不多是在一天半之後收到YouTube的通知 再到後台去看才看到自訂網址這個功能 已經出現了 所以當你達成100訂閱之後 如果沒有看到這個功能 也不用太緊張覺得系統是不是有什麼誤判 只要耐心個等待一兩天它就會出現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希望可以幫助到你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